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Lisa 歡迎來到Lisa的手機告成 不過今天我們沒有講手機 今天我們要講的的是 今天你的手機是 這個 空槌寶寺 空槌寺是什麼意思喔 空槌就是沒什麼 空空 像這個杯子裡面就是空的 都沒有東西 嘴咧就是這個 這就是嘴 你說話要用嘴 吃飯也要用嘴 嘎人咧也是要用嘴 別亂賣嘎人 阿寶咧就是這樣 吃東西的時候 要把它補給油再吞下去 沒有會計到喔 阿寶咧就是這個 好 這樣空水寶寺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水裡面空空都沒有東西 好像可以自己補自己的水寺而已 這就是一個人說話都說說而已 沒有真的要去做 你什麼 前些小朋友跟我說他要去一間房子 給他北部大 要爛順時爛爛順時 是喔 他幾年都這樣說了 他第一天找好了 沒聽他在說呢 唉 你不要聽他在那空水寶寺 沒去做都沒準算啦 好 這樣大家都知道空水寶寺 是什麼意思 要怎麼補好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想惡的手機 還是生意呢 都可以跟我說 我是Lisa 今天壓平到這裡 你如果有家爺爛爛爛 不要去幫我請贊 還要分享出去 要在電玩的觀眾朋友 也要不要去幫我請這電玩 記得拍去旁邊的那些仙靈 都這樣看就像仙靈壓平同地唷 另外Lisa也有Facebook和Instagram 也歡迎大家幫我follow一起讚的唷 好 這樣讓我們後期的節目再會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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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rf